我就是負責點新聞的那個小姐 很好 香港潮流雜誌登台 VNews獨家集集 VIP Party 有當天的新聞人物 看一下 香港潮流雜誌隆重登台啦 上市發表會當天 眾星雲集 眼尖的我們 發現了目前正在風頭上的林俊傑 也出席了這場 創刊Party JJ與翁姿曼的緋聞 吵得沸沸揚揚 現場記者突然緊咬不放 追問到 我想說可能有一些誤會 因為當天我們去唱歌 我去唱歌算是去 接續不同的寶想 其實我是去觀影 祝他生日快樂 然後剛好是在同一間的KTV這樣子 有他的手機號碼嗎 手機號碼是有啦 但是沒有 很少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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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打 天啊 JJ 很少打 跟沒有打 意思差很多喔 聖位當晚 由今年拿下金曲獎 最佳演唱組合的大嘴巴 揭開序幕 熱力開唱 讓現場氣氛 嗨翻天 kerana 紅色羽巴 紅色羽巴 DH 你們在現場也有聽到 就是他會小小聲的唱 然後 好起來了 然後 恭喜你 然後但是他現在基本上還是 就是 氣弱猶絲啊 對 那所以呢就是 盡量 我去代勞這樣子 那就是 我覺得團員互相幫忙 互相cover這樣子 危險 會不會有一天 思琳變成男主唱 危險 被創位 沒關係 我明天開始學唱歌 叫做被創位 突然你的喉嚨好了耶 沒有啦 因為 被唱 不要亂叫 對 反正就是我覺得 大家有狀況然後互相cover 我覺得OK啦 此外 今晚創康派對 搶進風頭的 非JJ林俊傑莫屬啦 對於這場 時尚潮流Party的感想是 今天就滿開心 能夠以一個 潮流品牌的老闆身份來 因為跟平時比如說表演 唱歌的身份不太一樣 歌手的身份不一樣 所以就跟了我的搭檔 品牌搭檔一起過來 然後也看到很多 現場的藝人朋友們 像Bidou 所以就好像是自己的Party一樣 對啊 而且因為最近 也非常忙碌在自己的 經營自己的潮流品牌 所以 很開心能夠有更多的機會 交流跟認識更多 Fashion界的朋友們 對 V News 祝賀潮流雜誌 賣到翻掉 整理報導 好 謝謝 大家好 以後呢 我們V News 也會跟這個 沒錯 做一個跨界的合作 你看我們 多少 非常好 我們的合作呢 其實我們可能會 獨家搶先披露一些 比如說有一些潮牌的資訊 或者是一些潮流達人的一些 比如說見解分享之類的 都會在V News跟大家見面 潮人一定要看V News 而且 而且 我們進來又要送東西了耶 我們今天這麼棒 就是昨天也在送 今天也在送 你知道這一件衣服 應該就是現在 這是全球這一件 對 因為上面有非常非常多 藝人的藝術 就是當天呢 參與這個沒有雜誌的 派對的一些藝人朋友 全部都有在上面簽名 都又有嗎 沒有 就這邊 簽滿滿了 很多很多很多 獲得呢 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好了 問什麼問題 那一天 剛剛你們有看新聞的話 就知道 如果有去參加這場派對的 請問 他的表演嘉賓是誰 好棒的問題喔 對 太簡單了吧 反正你們就趕快上網 到舞蹈看網 PW的V News 考論區回答問題 就有機會獲得 全球限量一屆所有藝人 那天參與的這個 PARTY的藝人都有 簽名的T-shirt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則新聞 好的 下一則新聞 叮叮 請大家